你好啊 沒來正經阿威 大家好 這段影片出現是7月19日的威 大家好 嚴明熙就好像剛剛解爛 因為在電視裡面看到 他和他的貓店長2 和他的演唱會G-Force 但其實可能還未說完 第二件事就是DSE放榜 就知道 星夢出了幾個學霸 除了Windy和Yumi之外 原來任凱晴都得到好成績 一會想說一下 我們先入正題議 請大家訂閱何志光有壽B記錄頻道 分享留言讚好和按鈴鐺 今天晚上的時候看看有什麼影片出 首先第一件事叫大家跑數 希望大家支持Windy的新歌 7月15日出 我錄片都是7月18日 view數普普通通 希望大家幫忙 都是快歌 Windy連續出了兩首快歌 上次的成績都OK的 大跳俠家 這次呢 可能新鮮感沒有那麼多 大跳俠家比較新鮮感 我覺得Windy都算是比較全能的 星夢學員 起碼快歌又可以 慢歌又可以 跳得 唱得 即是呢 Yumi呢 相對來說 我覺得 他唱慢歌呢 我就很少見到Yumi 令到 起碼沒有什麼令到我很感動的歌 不過他唱傻人都不錯的 老老實實可句 講一下他們兩個啦 DSE啦 其實呢 看來Windy呢 我覺得呢 他都盡量呢 想呢 留在香港的 現在放了榜 他說成績呢 是好過預期 那其實 因為呢 他們這些呢 都是中產啊 但是他們是考DSE的兩位 那應該呢 估計呢 那些成績呢 都足以入大學的 那我希望他們兩個呢 都留在香港啦 就是呢 因為如果 對演藝事業來說呢 你走了幾年的話呢 那真的大家不記得你 但當然啦 我就會覺得就是 因為他們不是 拿冠軍啊 拿冠軍那個呢 消失幾年都沒什麼所謂的 我也講過一個例子就是 嚴逸格啦 就是他消失了五年了 在台灣那邊 2010年 比賽贏了 出到是2015年 那五年後這樣 因為中間有些病啊 各樣東西啊 或者要讀書 那他們兩個就不同 那他始終都是沒有 沒有 嚴明禧拿一個這麼高的榮譽啦 扭到一個冠軍啦 是不是 所以呢 我相信呢 Windy呢 就盡量想留下的 那Yumi呢 沒有說要走 這樣也好一點啦 但是另一邊呢 都提一提啊 任海程呢 都是我呢 是比較意外一些 他做IB課程的 那現在呢 他呢 可以呢 用IB呢 入到呢 中大的 法律系啊 那中大法律系呢 都算是一個 幾 幾好的一個 學系來的啦 哈 就是呢 香港有三間呢 可以呢 讀法律的大學啦 法律系啦 就是港大啦 中大啦 還有這個 的成大 那中大的歷史 是沒有成大那麼久的 啊 那 港大就過八年啦 這樣 那但是什麼都好啦 都是很難入的 啊 但是呢 他就說呢 用IB入 那就是說 那香港的制度就是這樣的 呢 Longupus是比較好一點的 哈 你讀IB 那些 那樣 但是不要緊啦 那個分都不可以低 當然都是這樣的啦 OK 那另外啦 那就講講啦 最近TVB的節目啦 那樣 就是大家leisure一點的 而已 呃 這一個的 他和他的貓店長呢 我就沒有集集包 但是看完呢 我就覺得幾喜歡啊 哈 一會兒呢 就講一下愛民村 阿叔呢 就說他隻貓很高鬥 那隻貓呢 甚至可以選擇呢 跟不跟他 因為之前跟過地的人 但是現在是跟了他 那隻貓呢 很有性格 就是你胡亂抱他呢 他會揮你 的 但是呢 他的主人呢 就是那個主人 最初他不是跟這個主人的哈 現在呢 他是他用自主決定跟了他 跟了他之後呢 就 那個主人呢 就懂得抱 那他很舒服給他抱 但是其他人亂抱呢 他就vray的位叫 這樣 嘩好玩的 真的 這套東西 就是這些貓店長 就是說那間店舖 養了一隻貓 那隻貓變成了一個招牌 這樣 就是呢 我又覺得呢 挺好看的 就是 一講他們 就是講那些養貓的人 和那些貓的點滴 那還要用嚴命希把聲 去講 你聽下去呢 都 都是窩心的 真的會覺得 啊 就是我覺得呢 如果你 當然啦 反黑英雄呢 你喜歡看的 那我都是 你就看啦 我沒有看而已 就是跟反黑英雄呢 同時段 那修士冠軍 和 這個他和他的貓店長 放在一起撞 那你說呢 這個算不算是一個 對陷呢 TVB算不算是捧著 嚴明希呢 當然不是啦 哈 很明顯就是 嚴明希 的確 暫時應該都沒有消息 說他續約啦 那所以 他 但是很多網友都是 罵樂易寧 罵到仆街啦 是不是啊 罵到他沒命啦 什麼話 什麼 做人最重要 不要亡本 這樣 那是不是一輩子 都要替你打工啊 這樣 那很多人都罵 樂易寧 樂易寧就卸了啦 這些不重複 TVB呢 面對著一個壓力 就是 因為那些人呢 始終真的會覺得 支持嚴明 就是心裡面 為什麼要支持 後來會多看了TVB呢 很多人是因為嚴明希 因為星夢四個小花 是不是 那如果現在你TVB呢 虐待這些小花呢 TVB本身自己的形象呢 都有問題的 所以TVB呢 現在就 轉策略了 我柔和一點 給你嚴明希出來 但是嚴明希出來呢 就跟修士冠軍的劇呢 是擺在一起的 就是 變了呢 其實一定不高尾啦 是TVB Plus 另一個呢 G-Force 那就 有很多人都會比較呢 譚輝至演唱會 和G-Force 都是大家擺在星期六 現在TVB呢 星期六的時間呢 是通常比較 比較 比較 立立雜雜雜的 這樣 就是不會說有一些 連 就是長期的中藝 擺在星期六啦 這樣 又或者真是現在奧運前 那呢 TVB某個程度上 都是 先放著 因為呢 踏入去奧運呢 大約那三個星期左右 未足一個月 就是呢 一個星期七天 差不多呢 我不知道TVB會不會24小時 任何時間都是看奧運 除了新聞啦 我不知道新聞以外 財經 還有呢 新聞台有一點點財經 其他什麼都是奧運 這樣 所以現在呢 臨做奧運之前 不適宜做些 呃 只適宜做些 散碎的東西 譬如說 這個現在呢 福六壽呢 訓練學院呢 就 開始變了掌門人變種 因為說他們畢業了 搞畢業派對 跟著就不知 找 反黑英雄的人 進去 那跟著就 跟他們玩遊戲喔 那就是呢 沒有掌門人的 名字 但是呢 是不斷在玩掌門人的方法 那都OK的 都是 掌門人 你看到阮兆祥 現在 你福六壽也是看到阮兆祥 沒所謂啦 但是 你會感覺呢 TVB現在呢 就是他 比較限制 閻明熙的曝光率 不是不讓他出 但是你說 喂 星期六 你譚輝志兩個小時 閻明熙只有一個小時 這樣 那就是呢 都會是 好像就說 你奧運前 涉著先啦 也都不給那麼多 曝光機會 給你一個小時就算了 這樣 感覺是這樣 但是什麼都好啦 都希望呢 Gigi呢 努力捱過這段時間啦 這樣 那 合約的問題 真的不知道怎樣啦 啊 就是 當然我會支持 如果閻明熙不簽 就算了 啊 就是幾年後呢 我覺得呢 TVB怎麼都要放你出來 啊 我覺得大把前途 不用怕的哈 咦 有個補充啦 剛剛呢 就見到呢 Yahoo Sun 這個 娛樂圈啊 就白話呢 就說 有內地的公司呢 開天價 邀請 閻明熙過檔 開天價也者呢 就是呢 好像那些 球星的 給轉會費啊 啊 就是呢 給錢 給 閻明熙 和TVB解約 不過同時間呢 閻明熙 一定要簽回 這間公司啦 這樣 做一個轉會的手續啊 那就不知道呢 TVB會代多少錢的 但是你說 如果你 閻明熙呢 簽到大陸一些 大巨頭的公司 譬如說呢 阿里巴巴啦 下面的 優浩的娛樂啦 就是 另外或者 騰訊下面 又有娛樂公司啦 因為你見 繁花也是騰訊拍啦 這樣 都是 騰訊推圈 也都大陸有很多電視台會播的 所以呢 他們都會捧一些偶像歌手的 就是 百度又有啦 愛奇藝啊 還有 湖南衛視下面的 芒角TV 就是呢 我不知道 這幾間裡面 適當一間呢 簽了賢明熙 賢明熙呢 可以呢 在中國呢 走來走去這樣唱啊 就是 近似現在的 容祖兒啊 或者是 喂 或者是 善依紳這些啊 那 就是 去完啊 長三角唱完 就去回大灣區 去完大灣區 回北京 哈哈 在中國周圍走 其實呢 這個呢 我覺得 如果 嚴明熙得到這個待遇呢 就更理想過 留在TVB 因為TVB始終是一個 只是 建機於在香港城市的一個 的 一個 的 電視台 不會說 全中國姓 另外啦 很多例子 譬如說 郭富城在台灣紅原 會殺回來香港的 當 嚴明熙成為 全中國的天后呢 一定會回來香港呢 繼續搞的 繼續去做的 所以我就不用怕說 會見不到 嚴明熙啦 其實呢 老實實可說 TVB現在 慢禁要 嚴明熙簽約 是不是因為其實 很早已經有公司 想買嚴明熙 而TVB呢 就想在嚴明熙 不知道的情況之下 簽一張長一點的約 那 現在可能剩下 合約剩下三年 但是如果簽了一張十年約 補充了一張三年 那別人給那個 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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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過檔費 可能就會貴很多啦 那 真的不知道怎樣啦 那我們 看看進一步的消息啦 好 就這麼多先